今年7月,九間發展商宣布成立啟德跑道區私人發展有限公司 聯手將啟德跑道區打造成為新興住宅社區,並且命名為Park Panisola 由惠德峰、恆地、新世界及帝國集團合作發展的Miami Key 是Park Panisola出台後首個登場的全新樓盤 Miami Key分兩期發展合共提供1,219伙 第一期Miami Key One涉及648伙 樓花期長大約一年,提供開放式至四榜戶型 實用面積由250至1,335呎 主打一榜及兩榜單位,現今期單位總數大約八成 現今看到的兩榜示範單位以二座28樓B室為藍本 實用面積433呎,屬於無改動連裝修示範單位 採用美式休閒風設計,以綠色為主吊 單位不設圓關,帶門右邊提開放式廚房 廚房對出就是佔地近90呎的長型客飯廳 外設三合一露台,兩間睡房和浴室就以走廊連接 主人房位於走廊的盡頭,佔地大約八十幾呎 設計師靠牆放了雙人床,同時放了衣櫃 細睡房的長身改了做玻璃間隔,增加空間感 設計師將近廳的這間房打造成書房 有書桌,一個櫃仔,也有張悠閒梳化仔 可以讓護主做事做到累時休息一下 不過看到,放了這三個傢俬之後 這裡還有不少空間 估計都可以放一張標準山人床和衣櫃 就可以變成山人睡房了 發展商另外設有兩個膠樓標準示範單位 一房戶型以三座二八樓H室為藍本 用面積315呎,同樣採用開放式廚房 而三房的示範單位就以一座二八樓B室為藍本 實用面積661呎,三房一套間隔 有傳統的獨立緊廚 兩個單位間隔都視視正正 同樣採用三合一露台 項目設有超過3萬呎的住客會所Club Miami 主要的設施包括50米戶外泳池 25米恆溫泳池和24小時健身室等等 MiamiG所在的成功度 對外交通網絡仍然未完全完善 需要以巴士或小巴接駁去到港鐵啟德和九龍灣站 至於興建中的中九龍幹線和T2主降路 就預計2025和2026年進攻 所以買家就要留意對外交通的狀況 喔! MING PAO CANADA!